大家好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來玩我們的KOF All Star今天是12月20號禮拜一 好就是Blue Monday 接著上一期的進度我一樣要來爬戰鬥之章 好那爬戰鬥之章之前我決定把我的伊諾練到五星 因為我這個拉姆的話現在是14.9萬 14.9萬 那這個卡牌的話如果你有多的話就是用攻擊力啦 選攻擊力 這攻擊力加比較多再來就是爆傷 應該是啦 爆傷 這樣戰力加比較多嘛 然後再來就是把這些卡片五星的話你可以突破一下 六星的話就再看看吧 那因為我這個不是SS的話我就不能用那個 目前加最多的那一套 朋友是什麼 好這個這張是目前加最多吧朋友是什麼 這張屬性卡 我只有兩張拉如果有三張的話又有SS的話三隻SS都五星的話那就可以衝很高的戰力 那沒有辦法 那這邊我要弄到五星的話我需要 12個記憶吧紫框記憶因為那個次元邀請很沒關係 那我這邊記憶也沒有說非常多啦 我來看一下就這些而已所以我來看一下那個戰鬥卡召喚卷吧 不是戰鬥卡格鬥加召喚卷 反正我們現在基地每個禮拜可以拿40張嘛 只要你願意打的話我建議還是要打啦 我建議你這個挑戰副本這個基地 最好是打到40層 我就用 聖騎士的組合就還蠻輕鬆的可以至少可以打到40層很輕鬆 那我組合就是 這個伊諾嘛 攻擊力加60% 這個聖騎士60%嘛 然後這個拉姆嘛 然後地基嘛 剛好這三隻我就用這三隻 然後 這三隻的話就是會以地基為主嘛 那些buff的選擇 那沒有選到的話就選其他有防禦的有攻擊的或是黃屬性或綠屬性 平時的話應該是平衡 藍屬性平衡為主 除非沒有就選這兩隻的 這樣就剛剛好嘛 而且你聖騎士組成一隊之後 他們也有聖騎士小隊的加成嘛 攻擊力還會再加吧 只要你HP有70%以上的話 好像是加15%攻擊力是不是 還是10%忘記了 好 所以說我決定要來把我的那個伊諾升到五星 那 來看一下吧 我有召喚券把它消耗一下 反正合作很久沒 上次出了也不是格鬥家嘛 加上我們現在基地也可以換啦 所以沒問題 這邊也可以換一些啦 明天換一張也行 好可憐喔 換一下 這邊也有可以換一下 欸不是這個 呃這個吧 這個也可以換一下 哇 哇哇哇我不要不要不要這個墳墓要留著 墳墨留著是要衝那個絕情石啊 所以墳墨紀念還是 我還是不會換啦 好這邊先來個200抽吧 喔理論上100抽3隻嘛 那200抽應該是6隻吧 理論上 格鬥要找環球 我這邊還有沒有什麼卡 上次我好像都被我抽完了 因為我上次也是200抽吧 對我上次也是200抽 因為我想要覺醒那個拉姆吧 好 來吧 1隻2隻3隻 4隻5隻 喔有5隻 OK5隻 這個我滿了滿了 這一隻儲子喔 哇我從來沒練過這隻儲子耶 這隻2000儲子應該算新的拉 比較新的就是後期的那個大混池的角 已經是後期了 好1隻2隻3隻3隻而已 3隻是標準拉 因為趴數表 3趴嘛 3趴 好3隻 等一下3趴3趴就差不多啊100抽就3隻嘛 好 那這樣8隻的話可以拉我來喝一下 那我這邊就不錄 簡單說我待會我會把伊諾弄到五星 然後覺醒時練一練 然後把卡片裝一裝 然後至少戰力應該會 也是這個戰力吧我在想 比較看看比較看看不一定 因為伊諾我好像只有一張特殊卡 欸我有兩張喔 這攻擊力的 這個勒 等一下兩張攻擊力的那還不錯 攻擊力戰力加比較多 好 那我來弄一下吧 OK好了 那很意外很意外很意外 很意外的是 伊諾的戰力性能到165千 真的蠻意外的 因為我原本想說他不是SS可能就是大概跟拉姆差不多吧大概15萬多一點嘛 那沒想到他跟拉姆一樣都是五星的情況下 他竟然比他多了1萬多啦 我當然主要是我剛剛在刷那個聖誕節禮物的時候 我這個套卡的時候我運氣比較好 這個聖誕節禮物包裝任務刷到這個 攻擊型格鬥家爆傷 增加7.5% 這個大概多2000戰力 就是如果你有那個你有吃到的話 因為會加戰力的就是 攻擊力 暴擊力 暴傷 防禦 HP 這些都會加那個 我們的戰力上面 那如果你是那種什麼電擊傷害量增加或是抗初學啊 抗灼傷那種其實不會加戰力 好我來試一下給大家看我剛剛又練了好幾張嘛但是很難刷啦 攻擊的HP的 防禦的基本上還有加暴擊率基本上我都沒看過 很少看過 所以那個機率是超低 那運氣比較好刷到一個暴傷 那個暴傷 就是說如果你是追求戰力的話你只要刷到這些屬性的話一定要留著 先不管他是攻擊防禦或是 平衡就先留著不要把它換掉 好我來用給大家看 卡片的話在哪裡啊在這邊 比如說這一張 這一張是攻擊型電傷嘛 攻擊型電傷理論上 我這伊諾有電傷嘛 但是他不會吃戰力 你看你們看喔 大概會掉2000啦2000多 那我們看這一張 這張是平衡型嘛完全不吃嘛我來換一下完全不吃的情況下換一下換換看 理論上應該都是不會變吧戰力 我剛剛就練了幾張啦 你看完全沒變 完全沒變已經裝了喔 這張完全沒變 這個不會加在我們明面上的戰力啦 但是我們打戰鬥之戰就是要明面上的戰力 所以就是要這個 這個有暴傷的 或是攻擊的HP的防禦的 暴擊率都可以 那攻擊是加最多了嘛 再來是暴擊率 再來是暴傷 之後可能就是HP跟防禦率啊 所以如果你還是很追求攻擊 追求戰力的話你那個 總力戰你只要去充攻擊力就可以了 總力戰這邊你只要去充攻擊力 我們GIMMY說他打到七十幾層嘛 七七幾啊 七九嗎 他說他這邊全部都充到20了啦 攻擊力喔攻擊力 就他其他因為他那個他就不弄嘛 因為你其實越後面越難用啊 就越來越越難用啊 就不夠啊 11的話好像更難用吧 沒有240 那我都是平均升啊 平均升一下沒差 平均升一下 而且我都 只有禮拜一打比較多場吧 平時就打個三場吧 好像也只有打三四場而已啊 我就隨便打一下而已 喔這個比較卡比較卡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比較卡一點 這有時候魔力氣會稍微卡一點 可能我剛練太多時 喔我打四場是不是 反正隨便打一下而已啊 好 大概是這樣吧 所以說 你們想充戰力的話 聖騎士的話 看起來伊諾啦 伊諾 而且我現在才升到五星 我虧了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那個圖鑑可以拿到20根 高級強化錘 我只有伊諾拿 我只有這個拉姆拿而已啊 我當時如果 硬著頭皮把這個聖大五星的話啊 我又多20根高級強化錘 那真的很多啊 你在衝覺醒的時候就很輕鬆 真的很輕鬆 好的這個結果蠻難無意外的 結果是伊諾16萬5啊 這個 SS的碎巷只有15萬 沒辦法啊 吃不到 選不到 這個選不到 選不到 這個加不了戰力 因為我剛剛也是有衝了好幾次吧 每一張卡都衝 突破十幾次吧 選不到 機率很低 給大家參考啦 你如果要衝的話 一定是衝五星了 六星卡太難了 你沒那麼多六星卡可以衝 就只能衝一次就好了 沒有就算了 好啦我待會就用這個主合打 所以這個主合打 我會卡這一隻嘛 十十萬九因為這個戰力太低 這個很容易卡住 可能打一打就卡住了吧 好然後那個 有網友說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可以看到聖騎士喔 是不是 有人這樣說 上一集的留言 有嗎 他們說有 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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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嗎 好像沒看到 沒有聖騎士的 他們說轉的時候 這個可以開到 可以開到聖騎士絕景石喔 雖然聖騎士我是不缺啦 沒看到 我沒看到 還是 我會錯意啦 有時候文字說明比較簡短 好沒看到 好先這樣吧先這樣吧 嗯 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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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趴一下趴一下趴一下 好處是拿個100紅寶石啊 100而已啊 剩下一天是不是 還有一天 也就是說我今天 順利爬到70的話 下一集還可以再爬一下 可能會卡75了吧我在想 這邊可能打得過啊 14萬6 我現在是14萬9嗎 試試看吧 喔好卡喔 這樣 這樣 試試看吧 好直接開打啦不管了 輸掉就重來 這個輸掉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衝來就好 好卡喔好卡 這個模擬器好卡 但至少不會閃退 好卡喔 想不到英諾竟然站立這麼多 加這麼多 兩個音符過去啊 兩個音符過去 哇竟然不會死 這麼難打 好卡喔 怎麼那麼難打啊 欸窩頭 窩頭沒關 這個我先進了一下然後改個 好像不太好打欸我覺得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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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邊很難秒殺啊 真的很難秒殺啊 越後面越難秒殺啊 反正我們今天目標是 六十五層是不是 啊七十層是不是 不是七十層 14萬吧 快卡住了 快卡住了可能七十層就卡住了 打不上去 就要再開發下一隻 沒有啦 聖騎士 聖騎士我剩下那一隻 沒一的話也是盾角啊 你看這個有差欸 這句好打多了 好這個音符很厲害 然後追蹤功能 又可以那個爆炸 我這隻快扛不住了 哇嗚 欸我有暈眩 有個那個 保護自己的啊 核心應該有個暈啊 我待會把碎箱拉上來吧 我覺得那個 戰力好像快扛不住了吧 我拉姆昨天有一個絕景石是加9啦 主要是絕景石 你可以再 再搞一下就是 搞EXR嘛 EXR跟EX 還是又差了好幾千啊 星星月亮的部分嘛 你可以再換一下 這樣吧 有可能70會卡 因為你這個戰力只要差1萬就打不動了 打不動了就 趴不上去 好這個音符很棒啊 16萬5是我目前戰力最高的 想不到竟然是他 畢竟那個 地基 只有三星而已啊 這個可以重置啊 哇 那麼兇 望至尊大 OK OK 升級是奧義就長 要快一點 技能1要快一點 好 致命突擊EX 好久不見得睡香了 這隻角色我也蠻喜歡的啦 生死格鬥裡面 就這一隻跟那個 瑪琳吧 瑪莉亞 我還蠻喜歡的 他們好像都是俠的妹妹 這個睡香好像也是俠的妹妹 同夫異母吧 好15萬2 那沒問題啦 70層應該可以過 那我今天那個紅寶石應該拿到了吧 還有那個EX EXR的核心 星星月亮的核心 他點到 哇你看 在那個 他躺在地上的時候我們在他頭上放了個音符 他一起來就被爆炸了 喔喔喔妹子 前幾天有個網友啊 特地加Discord群組 他問我問題啦 我是幫到Turbo啦 他說那個他有玩那個什麼王者榮耀 然後裡面有那個不知火舞 原本是穿三角褲 然後王者榮耀那個好像是大陸的 Mobile遊戲嘛 太保守直接改成四角褲 呵呵 就是不知火舞他原本是穿丁字褲嘛 那種丁字褲然後變成四角 四角褲 好可憐整個崩潰 好15萬5 差四五間應該OK啦 然後70層沒問題 好 70層啦 這個你要畢業的話就去洗那個戰鬥卡 全部都洗出攻擊力吧 哇第3隻又是這個羅里城喔 羅里城算不好打的 好我們今天就把這個打到70層 然後知道那個戰鬥卡突破 運氣好的話可以 可以刷到那個攻擊、防禦、HP、暴擊率、暴傷 那我剛剛刷到暴傷 多2000戰力 一張卡一張卡 那你有那麼多卡的話 都刷到的話 哇哩 哇哩 重來 這種情況就是只能技能三七手了 跟他打正面啦 一張卡差個幾千的話我們總共 呃 7張卡嘛對不對 7張卡 戰鬥卡有7張 7張卡卡可以差差個好幾萬吧 所以就有人可以畢業就是這個原因吧 喂 完了完了完了 我沒有撿CT卡你知道嗎 怎麼不強啊 沒有撿CT卡我們那個 那個技能有沒有 那個技能 冷卻很長沒辦法連放 然後你又沒有回氣卡 沒辦法放奧義 我待會那個就盡量普攻吧 拖個時間吧 再一次再一次 不行就換角色打 因為伊諾我很少用啊 很少用來打這個嘛 普攻 拖時間 喂喂喂喂喂喂 我想說拖放個音符耶 可惡 怎麼那麼難打啊 Ready go 我想說 放個音符不要普攻 結果 放個音符他 他就給我那個 給我反打啦 然後閃不掉 因為我的閃避是用 前前後後 有時候按不出來 我不是直接按那個按鈕啊 好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23然後普攻 我不是 極限護甲是不是紀念2啊 好像是 我這裏普攻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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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他因為我 完蛋 差一點要讓大家重看一次 因為我只能三勝 我不能 死任何一隻 哇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他不會彈起來 他不會彈起來了 完了完了 快跑快跑快 好沒事沒事還是可以還是可以 勉勉強強啊 70層 70階段 OK 有一個這個 YESR核心這邊也有啦 三個 三個五個就可以做一個啦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啊 每個月還是得爬一下 慢慢爬 好這邊戰力已經15萬5了 呃我覺得啦我覺得 75我可能就爬不上去 可能就爬不上去 因為那個拉姆只有14萬9 那如果要再爬的話就只能從那個 覺醒時 EXR下手吧 還有那個屬性卡去給他刷一下 刷出那個 可以加戰力的屬性 那比較卡比較卡就先玩到這邊吧 好的我是漢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贊 開鈴鐺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